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过往大家都知道 捐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也帮助有需要的病人 在香港来说 我们很依赖大家热心的市民捐血 其实捐血是很容易的事 只要你是身体健康年龄介乎16岁至65岁 你就可以来我们适当一个捐血暂捐血 其实在这个假期的期间 我们基本上除了25日 这个圣诞节正日的期间 我们暂停服务之外 其他时间都会开放被市民捐血 捐血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刚才讲过 只要你是身体健康 就可以来捐血 花一点时间 就将你身体的 宝贵血液 将一个好的礼物 就可以送给有需要的病人 你说这个礼物是否很好呢 希望你们多些参加 在香港来说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那个血液需求 垂着人口老化 增加得很大 其实这些血液 会去哪个病人来说 刚才讲过 主要去到一些年长的病人 是一些内科病人 长期病患病人 其实除了之外 一些手术科病人 骨科病人 或者癌症病人 都很需要血液的支持 透过你们的捐血 就可以帮到他们的治疗 也让他们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可以和他们的家人 和他们的朋友 共度快乐的圣诞 其实我们的血液 在捐出来之后 我们会拿回到 书学服务中心总部 做一个血液分离的程序 和化验 虽然你是健康 其实我们每包血 都会回来做化验 包括你的血型 和一些传染病 卡士包括外脂病 和乳型肝炎 和丙型肝炎 血液收集后 我们会分发不同的成分 包括红血球 血小板 血章 和白血球 每一个血液的成分 都有一个储存期 例如最短的就是白血球 只有一天的时间 血小板 只能处存5天 我们用最多的血液成分 就是红血球 主要应用在 创伤、贫血的治疗来说 它们只能处存6星期的时间 血章来说 就处存比较长些 就可以处存一年的时间 主要应用一些 都是一些肝病的病人 或者是消伤的病人 所以在这里 大家明白 因为血液的处存期 比较短 所以病人的需求 是无时无刻都有这些需要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需要差不多800个市民来捐血 让我们的血腹 何时都有充足 和新鲜的血液 让病人可以随时应用 很多市民有不同的误解 觉得捐血 会对自己身体不好 或者会影响到自己 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市民会怕痛 不够胆来捐血 捐血是很容易的事 最简单的方法 是跟朋友一起捐血 因为大家会把爱心 在透过捐血活动 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 其实市民另外一样 比较常见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常见的例子 不想来捐血的原因 就是担心血液是补充不了 其实捐血液 很多时候捐赠者 的新神救者都会快 两方面 一 流失了血液 令到自己的身体 会做血更加快 另外一件事 就是捐血的喜悦 帮到有需要的病人 令到自己的身体 更加开心 更加做得更加快 所以我们其实 看到一些定期的捐血者 其实身体 不单止非常健康 其实心情 会比一般市民 在香港 这么牢狠的环境之中 更加开心 另一方面 其实在长假期 冷的日子 为什么我们经常遇到 一个血液的收集 比较困难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 因为好像现在的日子 聖诞至新年的期间 会收集比较低一点 因为长假期 很多市民都会去了 假期去玩 出外 亦都会是学生的考试 的季节 遇到这样的情况 加上天气冬 他们捐血的意欲比较低 但是同一方面 在遇到的情况 我们在血液供应 看见到医院的病人 相对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 要入医院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年长的病人 他们身体状况 没有那么好 就算他们简单的肺炎 各方面的问题 进医院 有时再检验 其他身体都会发觉 有其他原因 或者需要更多治疗 相对来说 血液的使用量 在冬天的季节 是会增加 令到我们的需求 会有紧张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 都在这里呼吁大家 其实最重要 要有心 定期的捐血 将你的爱心 帮到有需要的病人 你就会更加健康